民众欢呼拍手庆祝 因为高达八公尺的玛丽莲梦露雕像 搬到加州棕榈泉博物馆门口 这尊2011年完工的雕像 取名为永远的玛丽莲 惊人尺寸仿佛漫画晋级的巨人场景 不过超大艺术品要致敬的 是这位传奇影星在电影七年之仰中的经典片段 游客抢着拍照打卡 当地政府希望用这尊雕像 拉抬后疫情观光收入 但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 抗议人朝举牌示威 除了认为雕像碍眼 最主要的理由是觉得雕像歧视女性 重现近70年前走光桥段 反对者批评雕像消费女性身体 更让人联想到好莱坞 有旅游网站甚至把它归类为 世界上最糟糕的公共艺术 正反两方吵得激烈 不过当地政府已经拍板定案 雕像至少放三年才会考虑搬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